台北市内湖区的电视台 一名摄影师猝死在厕所死后确诊 而因为他在6月5号跟6号这两天 都有镜头录影 从主播到副控人员接触者不少 一时难以匡列 卫生局今天一早紧急到电视台设立快筛站 最危险的红区 目前已经裁剪完了166个人 一共11人快筛阳性 其中包含两名主播 两名记者 还有一楼柜台的收发式人员 他们也当场坐上防疫巴士 前往集中检疫所等待PCR检测的结果 而傍晚的最新消息是 电视台对外表示 这11人当中 有4个人的PCR已经验出来了 都是阴性 如果最后确诊人数比例高 也不排除内部群聚感染 星期三卫生局将会再到场 针对黄区还有绿区继续裁剪 电视台大门口首都有快筛站进驻 员工依序裁剪 但在一旁等待快筛 结果内心实在煎熬 陆续有同事快筛阳性 直接上了防疫巴士 被再往集中检疫所 内部从摄影棚到办公室 消毒再消毒 这名死后确诊的流星摄影师 周末两天晚间都有近棚录影 146号晚上11点下班后 在厕所猝死 隔天被发现身亡 8号PCR阳性确诊 不过摄影师这工作 不仅棚内会接触主播 棚外更会接触副控人员 整栋电视台大家进进出出 虽然死者CT值大于30 但医师就担心死后验出的数值 并不准确 恐怕传染力其实更高 不是挺准确的 因为病毒是寄生在活的细胞 但你人死的时候 病毒我会更得死掉 就担心造成内部感染 卫生局把电视台 分成红黄绿区 先裁检红区 等到筛检结果出炉 再评估后续裁检名单 9号一共筛检166人 有11人快筛阳性 其中包含两名主播 两名记者 还有接触者众多的 一楼柜台收发式员工 有工作关系的人 还有他工作的楼层 还有工作的那个建筑 那可能他们有好几栋嘛 那我们先以最红的地方 快散阳性的美女主播 也在脸书感性发文 是崩溃又煎熬的一天 6月6号的播报和确诊同事 共事了一个小时以上 很难过前几个小时 还帮忙拿手稿的亲切摄影大哥 转眼间人就走了 电视台也回应 会尽快完成造册 让员工裁检 不让单一确诊个案 演变成群聚感染 谢谢当方杨文豪 台北采访报道 苗栗名一搜 因为有亲人 是晶圆电子的员工 因此被匡列 经过裁检确诊 由于这名一搜 5号才协助出勤 一起救逆勤务 因此当天 跟他一起出勤的 30名警一搜 救难人员 也被通知裁检 索性全部都是阴性 但为了谨慎起见 消防局也要求 当天出勤的人员 先居家隔离 或是自主健康管理 暂时不得出勤 由第二批人员 递捕执勤 这个比较平的地方 30多名警一搜 合力将落水的民众 救回岸边 就是这起救逆的勤务 其中一名一搜 因为有亲人 在晶圆电子上班 因此被匡列 经过裁检 阳性确诊 这也吓坏了 当天救援的所有人员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隔天第二天 我们就把所有参与的 警校一搜 协企人员 全部到医院去进行筛检 那出筛的结果 信仰大家都是阴性 好在裁检都阴性 不过就怕有阴转阳的状况 消防局不敢大意 因为当天 有22名消防人员 8名救难协会人员出勤 部分人员 在搭乘救生艇时 有近距离接触 因此包括了消防一搜 总共16人 必须自主管理7天 其中8名消防人员 被要求前往防疫旅馆 另外8名逸宵则采居家隔离 每个分队我们是请恶休恶 所以当天上班的同仁 我们全部去筛检 之外 我们第二批的赶快来递谱 所以目前那个办公环境 我们也已经做了 清销完毕 消防局表示 当天救溺人员都有戴口罩 确诊 逸宵负责河面搜索任务 也有戴口罩 由于消防局早就分舱分流 因此目前出勤救护救灾人力 不会受到影响 记者张鑫杰苗栗报道 持续来关心苗栗电子厂群聚感染 再新增12人确诊 其中智邦科技 晶圆电子还有超风电子 各有一名本国籍员工确诊 另外晶圆电子 还有9名移工确诊 相关接触者扩大匡列裁减 另外线内其他企业自主性快筛 以及疫情热区的社区快筛站 目前的裁减结果都是阴性 针对日前 疑似友宜工吃退烧药 隐匿发烧导致疫情扩散 卫生局也强调会再了解 如果隐匿的情节属实 最高可对当事人重罚30万 电子厂传播链持续扩大 各大厂进行快筛 精挺机密9号筛检 截至中午360人中 一人阳性反应 8号智邦竹南厂筛检602人 有6人阳性 都必须再做PCR确认 另外这回主要传播途径 以一宫生活圈扩散为主 县府也针对移工宿舍 环境进行规范和集查 另外针对养护机构的部分 有36家 我们今天也已经访查了15家 我们预计明天会把剩余的21家 全部来查查完毕 私立就与服务机构的部分 有26家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今天 来全部查查完毕 9号苗栗现在新增12例 其中包含智邦科技 一例本国籍员工 晶圆电子一例本国籍 和9例移工 还有超风一例本国籍员工 相关足迹涉及超市和餐饮店 卫生局扩大匡列接触者 并安排裁剪 除了有确诊的五间电子厂 进行全员工快筛 不少业者也自行展开员工筛解 包含上荧光电 蓄红金属 陈鼎科技和鼎普里快筛站 目前全数都是阴性 没有社区扩散 疫情持续控制中 但还是必须坚守防疫规范 而日前冲锋电子传出 因为确诊移工 自行服用退烧药 和冲冷水药抑制体温 才会让公司没有及时防堵 导致疫情在场区扩散 相关单位也进一步厘清 卫生局表示 隐匿症状或规避疫调 可依法开罚六万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 民众或移工管理单位 必须遵守相关规范 避免再让疫情失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 各国旅游业重创 但随着各国陆续接种疫苗之后 近期有部分国家开始规划 要重启观光 南韩也在9号公布了 最新的旅游泡泡方案 台湾就在首播的名单中 其他地区还包含了 新加坡 泰国 关岛跟塞班岛 南韩当局表示 会积极协商相关事宜 对此台湾旅行社也乐观其成 不过有鉴于台博旅游泡泡行程 后来滞销 加上台湾现阶段 还无法全面施打疫苗 不少业者都先抱持着观望的态度 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旅游业 但随着各国陆续接种疫苗后 也开始规划 希望能重启观光产业 南韩政府9号宣布要推动旅游泡泡 而台湾也在名单当中 国内旅行社业者观望苦撑 不敢贸然投入成本 看看首播南韩旅游泡泡插谈名单 包含新加坡 泰国 台湾 以及关岛 塞班岛等 南韩认为这几个地区防疫状况良好 希望能接洽重启观光活动 不过初步规划只开放给有接种过疫苗的民众 入境时仍要提供裁剪阴性报告 和疫苗接种证明书 入境后也要接受PCR裁剪阴 阴性才能进行团体旅游 开放旅游泡泡后将以当地疫情决定 直航航班数及搭乘率还有观光客的入境人数 具体方案还有待商议 对于这样的旅游模式民众会想参加吗 AZ第一季 保护力也只要58 韩国现在每天确诊还是平均600多左右吧 感觉还是没有很安全 其实公司政策里面也会有规定 你需要就是避免真的就是出国旅游 假设我真的去了 然后就完完确诊 那回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尽管南韩目前有超过71万人都打完第一剂疫苗 但接种完两剂的人口只有2万多人 再加上台湾疫苗施打也才刚起步 双方要推动旅游泡泡 会有什么成效恐怕还要再观察 记者站周围杰特报道